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把1到76頁全部抓下來的話 那我再把這個複製一下 把它貼一個 我保留舊的這個是一頁對不對 那如果我要多個1到76 那我底下把它貼上之後加一個P次好了 因為sub名稱不能重複 所以你要改一個名稱跟上面不一樣 叫P次好了 那P次指的就是我要抓的不是只有一頁 而是76 所以76頁呢 那首先請你在下方 sub的下方按Enter 然後再打一個tab 按一下tab tab就縮排 那因為我要是1到76 所以我fori等於1空一格到76 那i的值就會在1跟76之間做變化 Enter兩下 打一個Nesser Nesser就跳下一個 所以它執行會先1 然後把這個中間的程式執行完 到Nesser之後就跳回去 跳回去之後變2嘛 有沒有 所以這個原理原則我把這一段有沒有 再把它搬到它中間 選起來移到中間放開 記得一般習慣是會把回圈中間的東西把它縮排一下 所以選起來按tab鍵 讓它縮排過去 好 那底下這個把它按delete好了 有沒有 看的應該蠻 應該可以懂吧 這個就是我剛剛的程式 然後縮排一下 就是在這個回圈裡面做變化 那這個變化的部分是i 所以呢 我們理論上應該需要第一個 就是直接把in-page等於1 有沒有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那前面講過了 你不能直接說放個i 因為放個i它就文字嘛 所以如果你要放i的變數在中間的話 那因為它是雙引號 這個是一個文字串有沒有 你必須把它切開 放在中間喔 OK 這個 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怎麼做 你就被那個口訣算了 就是選1之後雙引號兩個嘛 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前後加空白 這個應該我很熟悉吧 我之前做很多變了 反正你把這個口訣記下來 應該串一個變數在中間 就不是問題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去直接執行 不過執行之前我希望 可不可以先幫我把舊的資料先刪掉 所以我這邊寫一個叫Sales Sales指的是 這樣叫Sales 就全選 然後後面加一個點Clear Clear就是把裡面的資料幫我全部清空 OK 然後我再把它抓下來 執行看看 好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它就一直轉了 那它就會自動幫我把1到761的資料 全部都下載下來了 不過你會發現 下載下來了耶 可是問題來了 這邊為什麼變這樣 這個是2004年的 這個應該是最後一頁吧 有沒有2004嘛 那這個200倒數第二頁在這邊 倒數最後一頁嘛 倒數第三 因此類推 所以它會變成怎麼樣 通通 它不是把它蓋掉耶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參數叫Distanation 這個叫Distanation 意思是說 你將來要把下載的資料 放在哪一個儲存格開始 那因為我們這邊是Range AE 其實這個淺的符號 如果你覺得乾倒 這個可以拿掉沒關係 因為它已經是絕對位置了 好 那意思是說都放A1 可是如果你第一頁放進去放A1 第二頁在下載的時候 它會把第一頁擠到右邊去 然後就放第二頁 那第三頁怎麼辦 再把一、二頁再擠到右邊去 所以也就是說 第一頁就會被擠到最最最最最最右邊 這邊應該就 這個應該就第一頁 那這個應該就第二頁 這個就第三頁 你說這不對啊 這樣我將來要做統計分析 這樣也沒辦法 這怎麼 所以你變得更麻煩 你雖然全部下載沒錯 但是問題放的位置不對 所以怎麼辦 位置要怎麼放比較剛好 這個我把它先刪掉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先這樣 就是我先把第一頁下載下來之後有沒有 比如說我執行這一個好了 這個下載下來之後 那第二頁應該怎麼放 第二頁應該是Ctrl向下有沒有 就是把游標放在A1的位置 然後按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就向下追蹤有沒有 那我要放應該是向下追蹤之後的91加1嘛 變92就是第二頁幫我放這裡 所以其實如果說嚴格講起來應該 這個可以這樣改 就把這邊改成2嘛 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應該就是這個地方要改啦 因為它意思是這個前後以前的話可以拿掉 那如果你一直放A1有沒有 它會擠到右邊 所以我必須把1改成多少 改成91加1變92 所以這邊應該改成92 如果我改這樣 把這邊改成2 把這邊改成92的話 看一下會不會放對的位置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第二頁就放這裡了 那Ctrl再向下 第三頁應該放哪裡 把這個位置有沒有再加1 所以應該這邊的位置應該是183 那這邊的話應該就被等於3 這樣應該OK吧 這樣是不是可以 可以耶 所以如果我們一樣的道理 那應該除了加這個之外有沒有 其實應該就要來思考一下 這一個1有沒有 必須讓它怎麼樣 當它第一次的時候是1 之後的話呢 就讓它一直往下追蹤 加1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最難的 因為這一題的話應該 這個地方如何改 那我改的方法 就跟之前那個有點像 就是K等於1 這好像之前我們那個什麼 前期名不是放的位置 我K等於2嘛 然後我底下不是K等於K加1 這裡的話呢一樣喔 我可以怎麼樣 把它K等於向下追蹤 那怎麼樣可以向下追蹤 我剛剛是游標放在這個A1有沒有 Ctrl向下對不對 那得到的列喔 如果你要用類似的概念 把它程式寫出來的話 那這邊的話你要寫這樣 RangeA1 游標就有點像放在上面 那你Ctrl向下的話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叫END AND AND其實是邊界 就Ctrl向 刮呼一下 這邊有個上下左右 有點像是Ctrl向下 Ctrl向上 Ctrl向左 Ctrl向右 一樣的道理喔 我們是Ctrl向下 A1 Ctrl向下 後刮呼一下 那這個的話 它就是幫你Ctrl向下 然後得到是273 可是問題喔 我怎麼知道273這個值 這個可能後面你要再加一個點Raw 點Raw的話呢 意思就是把273這個值 丟到這個Raw裡面 所以這個裡面就放273 可是我要往下一個列的話 那怎麼辦呢 把它加1就可以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基本上 就會得到一個K 那最後的話 再把這個K放在這裡 有沒有 怎麼放 還記得吧 這個delete掉 把它空一格 and 空一格 K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知道說 喔 我第一次呢 是E 所以放在這裡 就A1 有沒有 那之後的話呢 再向下追蹤加1 向下追蹤加1 那應該就OK了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但是 理論上有沒有 它就不會是一直往右跑了 而一直會 它會一直往下跑了 OK 看一下結果對不對 理論應該OK啦 那瞬間就把所有的資料 通通抓下來啦 但是它其實還有一些地方 可能要修改 你這個之後再把它改正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喔 這個control向下 理論上應該是到6862 結果就對了 有沒有 2004年的1月5號 那沒錯 所以全部資料 馬上全部下載下來的 OK 所以這個可能比較難一點的 就是加一個回圈 再加一個K 請各位試一下 這一段應該是難度頗高啦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在這裡 這個應該是第8億的地方 畫面現在還給大家一下 不過我剛剛是用K這邊用R 其實只是名稱不一樣 其實道理一樣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請問一下 你那個K可以寫從空白開始嗎 從空白 就是除除了是空白開始 就是那個A藍 然後從空白開始 可以這樣子寫嗎 從空白 就是它的空白